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James 时间很快 又来到这个周末 然后马来西亚政治的局面最近也开始白日化了 就是两派的这个斗争 国门跟这个西门的这个集团 那么国门当然最近是比较惨 因为武统的这个议员就宣布不再支持这个国门政府 导致现在这个首相这个内阁出现信任危机 那么再加上最高援手 当然我觉得不久应该会介入了 就是这个新的首相到底会不会很快出炉 因为根据宪法如果你没有超过一半的议员支持你的话 可能你就真的要下台了 OK 所以我相信马来西亚的政治局面 应该会很快 会有一个新的局面的一个出现 那么至于COVID-19 当然马来西亚最近都非常有名 在国际上 因为我们应对这个COVID-19的状况 是变底的 在全球范围而言 像今天单日确诊又增加2万670个人 已经好多天我们的这个单日确诊都是破万 然后也是好几天都是破一个两万的这个大关 那么高峰看起来没有这样快来到 那么有人之前推测是说 8月底可能我们会迎来一个高峰 然后9月份就开始缓缓的 疫情会慢慢的好转 但愿是如此 那全球方面 当然Delta的变种是来势汹汹的 可以看到很多国家 美国以色列也好 那些已经有很多人接种了疫苗的国家 他的单日确诊还是比较高了上来 所以今天全球单日确诊是625,017个人 全球死亡人数是7,579个人 还是挺高的 好 接下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家科技公司 手科技板块昨天是回调下来的 其实不奇怪的 毕竟马股的科技板块 也随着全球的科技股的这个疯狂 也是起了很多上来的 那么当然不管是什么板块 不可能只有起不会跌的 这是不可能的 你尤其是 如果你之前起到很凶 当然你的回调下来 correction 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家公司是JF Technology Berhad 他的cord是JF Tech 这家公司 所以昨天他就回调了2.6% 所以在快半的一个价位 那么三月份的时候 他的股价只有一块一毛九 换句话说短短五个月的时间 他的股价从一块一毛九 起到昨天的快半 标了一个26% 他的股价 那么这种表现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下一个两年 把它竟然在五个月的时间做到了 非常不错 So市值Market Tech 当然JF Tech已经起了很多很多 然后PE是不便宜的 他的市值现在是14亿的一家公司 ROE13.02% 股本回酬 然后Net Margin是很高 40.74% Net Cash的公司 手上的现金有一个2467万 然后Current Ratio 52.83倍 最新业绩 5月11号出炉的 他已经连续6个季度 YOY Profit都在进步当中 So对比去年 今年当然他的Revenue收入 是YOY走高了很多上来 So他的Profit也变多了 在今年 OK JF Tech 这家公司他主要的业务 他们是制造这个Socket 一种东西 就是我们叫做测试晶片的一个插作 他主要是生产这一种东西 然后当然他本身已经申请了几十种的专利权 OK他申请了相当多的专利权 在他的产品的一些可能技术科技方面 然后当然他也有生产一些电子部件 把它主要还是生产 测试芯片的这个插作 这一种类型的产品 So最近他就跟韩国的一家公司 ISC做了一个合约 Agreement 就是JF Tech就被这个ISC 委派为agent 他们产品的代理 就是要负责来distribute 来分销 这个ISC 他本身的一个产品 就是Test Contacting Solution 这方面的产品 在中国大陆 马来西亚 甚至整个东南亚 这个JF Tech就被委派为agent 来分销ISC 这个一系列的产品 然后他们预期 就是大概一年之后 Financial year 22年的3rd quarter 到时候JF Tech 他本身这个Test Socket Housing 他会整合这个ISC 本身的一些技术 比方说他独家的一个 Pincer 这个他们独家的一个产品 会整合在JF Tech 这个Test Socket Housing 的一个产品上 所他们预期到时候 应该这个JF Tech 他本身新的产品 会更加有竞争力 在这个市场 因为毕竟ISC 他本身在这方面 这个Test Contacting Solution 你可以说他的技术 也算是世界领先的一家公司 所以当然JF Tech 才会找上他 双方来合作 在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我们来看5月份 最新的业绩 就是3rd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1年 所以这个季度的revenue收入 是历史新高 因为他的revenue YOY增加56% 增加了345万 从去年617万 增加到今年962万 增加了挺多的 那么他说原因是 因为JF Tech 他们的产品 今年的demand 还是非常非常强 他们的需求 还是很高的 所以你的revenue 增加这样多 当然你的PAT 你的税后净利 也提升了 YOY110% 从去年170万 增加到今年358万 OK YOY是进步挺多的 So Prospect 展望未来 OK 他们目前在马来西亚的工厂 在安装很多新的机器 因为JF Tech 他要开始 他一个新的生意 他们是叫做 JF TechSense 这个新的生意 So 他们当然 你要做新的东西 你就工厂 要有新的机器 然后才能生产出新的东西出来的 那么除了马来西亚 他安装新的设备之外 在中国 其实他也有跟当地 中国的公司 来合作 在中国大陆 也是设立一间新的工厂 So 这个中国新的工厂 目前进度是不错的 他们预期 这个中国的工厂 在今年可能 11月左右 就开始投入 就可以开始投入生产的 那么他在中国的合作的伙伴 是叫做 Harvard Technology Investment 这一家中国的公司 所以这个中国新的工厂 他们将会生产 高效能的 Test Contactors 就是一种 应该也是 拿来做测试用的一种东西 他们也是会来生产这方面的产品 所以目前他的工厂是在set out的当中 应该一切的过程都问题不大 然后他们预期11月会投入生产的 所以总的来讲 当然JF Tech 这段期间 其实他的股价也是走高 挺多的 科技股 你可以看到 像我之前说 科技股随随便便 现在PE50 67 甚至更高 比一比皆是 JF Tech 他的股价5个月 飙了一个26% 也个人觉得是有快乐一些的 任何回调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挺正常的 当然他的ROE 股本回酬13.02% 是不低 然后Net Margin 40.74% 也是挺高的 Net Cash的公司 手上的现金 2467万 Current Ratio 52.83倍 然后已经连续6个季度 YOY 他的Profit 都在成长当中的 所以来临新的业绩 搞不好 很快会出炉 搞不好 下个星期就会出炉了 个人觉得 因为他这个5月份的业绩报告 他说 他的产品的demand 还是非常强 所以我就假设 如果来临的业绩 他的产品的需求 demand 还是很强的话 我觉得很大可能 他的YOY 收入跟Profit 还会YOY 继续的走高 可能性还是挺高的 毕竟这家公司 过往那么多年 他也是成长了不少 从以前 很小很小的公司 也是成长到 目前的这个规模 当然我知道 很多人说 科技股现在是 股指不便宜 这是肯定的 看他们的PE就知道了 OK So 还是 Disclaimer 讲那么多 就是那四个字 买卖致富 OK 这四个字 买卖致富 是最重要的 好 我本身 当然不停 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es Stockpick 就是每个星期 会出一份 这个选股的报告 上面会用 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 来做选股 走截至昨天 相当多的选股 回酬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Hexstar Global 也起了一分 收在一块两毛七 Hexstar这家公司 要收购 Enra Gemia 之前我选Hexstar 他的股价 before bonus issue 50.5分 他也派了股息 4分 这一年 四个多月 也是有310%的回酬 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上9年 才会有 当然还有其他的 选股 我这边不说了 so 你可以来 join这个选股 那么 每个星期 你会得到一份 这个选股的报告 那么上面会用 基本面投资法 就是全球啊 很多大型的退休基金啊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啊 很多顶级的投资家 当然啊 包括大师巴菲特 最成功的 那么有人称之为啊 投资震报 手机本面投资法 就是我会去研究 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啊 来啊 挑选出各方面 比较啊 强的公司 比较强调 这个不是啊 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啊 suggest 至少 buy and hold 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啊 如果全球疫情 能够啊 比较好的控制 如果全球经济啊 vshack反弹 如果这些公司未来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么其实你赚钱的机会啊 是相当高 然后你潜在的回酬 也不会低 so啊 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啊 直接的email我啊 或者facet我 我的email address 跟facet号码 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 pm我都啊 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啊 暂时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 有有用的资讯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啊 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 打开铃铛 以便啊 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收到行事别的通知 但最后 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啊 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